王一仁被韩国粉丝大肆攻击 只因巨向他们行跪拜礼 今年年初 王一仁所在女团在韩举行了签手会 主持人求大家下跪感谢粉丝时 对内所有成员都下跪兴起跪拜礼 唯独王一仁站台上一边攻守作一 一边祝大家恭喜发财 一时间整个韩网都在输马王一仁 说他不行韩市里就不要增加韩国活动 不要赚韩国人的钱 回你的国家去吧 消息传到国内后 立马引起轩然大波 大伙纷纷点赞 当起王一仁后盾 其实中国人在韩拒绝下跪被骂不是一次两次了 早些王家尔也曾被要求下跪过 录制综艺期间 有个女同事突然朝王家尔组合这边下跪 王家尔在不失礼节 又不违被男儿膝下有黄金情况下直接趴在了地上 这套搞怪动作直接斗笑场上所有人 中国人刻在骨子的原则 就是指跪天跪地跪父母 身处他乡的游子更是要顶天立地 王家尔向这种精神刻进DNA 怪不得网友总爱说 在韩务工人员就得挺着腰板赚钱 前面是巨型韩式大抵 遭人抵制 东北妹子宁一卓 却已一句话被韩国人诅咒父母双亡 去年端午节 宁一卓特地向韩国粉丝们送去祝福 随后又向大家科普端午节是中国节日 这天还要吃粽子 也不知道说错了哪句话 宁一卓直接被黑粉们弄骂滚回中国 有次因为上台领奖是没向粉丝恭敬行韩国底 仅在镜头前万了个腰 颁奖典礼没等结束 另一说就被韩国网友集体抵制了 珍爱粉们也劝他 在韩国发展就得试着把自己当成韩国人 可是与中国人配套的只有中国魂 甭管在哪武功 中国人就该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一人一句话 毁掉韩国人的美食自信 电台节目上 王一博说自己最爱吃的韩国菜是猪肉汤饭 所以旁的主持人立马歉索索地说道 一博虽然是中国人 但饮食取向完全被韩国政府了呢 只见王一博脸色一沉 而后大人解释道 因为猪肉汤饭的味道特别像老家的牛肉汤 本想来波自夸的主持人当即闭嘴 后期更是靠着嘉宾活跃气氛 才把节目进行下去 这场面可谓一决 比王一博早几年去韩国的张一星 遇到这种情况就直白多了 在被问及中韩两种火锅有什么区别时 张一星表示 韩国的火锅就是中国的 韩国的火锅就是中国的 这波直接要害的优秀发言好像在说 访得再真 碰尽正品也得照倒走 他们总觉得自己世界第二牛 还总想在中国人身上找存在感 由此王家尔首要录制访谈节目 主持人突然问他 有没有去过唐人街 在得知否定答案后 主持人强烈推荐王家尔去一次 唐人街特别有意思 这番操作直接把王家尔搞懵了 我一个中国人 还非得去唐人街吗 随后还顺势反问主持人 有没有去过韩人街 堵得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恢复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在外打拼的同胞们 一定不要打算地压往肚子里咽 堂堂正正维护自身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歌手 能把韩国厂子砸得有多狠 但听张国荣韩国明媚现场影员 就知道了 靓仔出街迷倒一片 90年代的张国荣在韩国是顶流 专机宠爱在下注的销量有200万 其中四分之一是韩国粉丝贡献的 全智贤见了他羞涩到说不出话 刘仔实也特地学成了鱼语歌英雄本色 后来韩流主亲 华语歌曲亏不成军 韩国妈妈颁奖典礼创办11年 首位获奖华语艺人的是歌手张杰 一首《这就是爱》 让所有韩国人陷入疯狂 作为2021妈妈颁奖典礼邀请的 唯一一个中国嘉宾 就连红旗一时的背包 也对他的上功赞不绝口 还说有机会 一定向对方讨教声乐知识 如果张杰是要开胃小凉菜的话 那陈一迅就是要佛跳墙 一开嗓 准能让韩国歌手们知道 什么是降维打击 浮华前走响起那刻 还能听到台下喧哗声 紧接陈一迅战装是一顿疯狂输出 场内大和尚 紧致浮华到极致 没有吸睛的功赔 没酷炫的造型 陈一迅仅用卓越的唱功 就让韩国众明星看懵 不得不说 在炸场子这一块 中国歌手宇宙最牛 你还知道哪些 在韩国杂场子的歌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